22日、23日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中国浙江杭州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式 9月20日,网上传出,据称是习近平视察浙江义乌国际双茂城的画面 可以看到一对白衣人在护卫促拥下走过街道,并参观了一个大型双城 其中一名外形酷似习近平的人一边走一边和旁边的群众挥手致意 有一些画面显示义乌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一辆特斯拉被交警拦截,原地掉头 也有画面显示大马路被清空,只有单一车队通行 杭州也因为亚运加强安检,图片显示 杭州市所有的人孔盖都被排查,全被封上安景专用的封条 此外官方通告,9月16号开始,寄往杭州的邮件快递加强安检 杭州居民表示,当局决定要办亚运会也没办法 但希望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,国家能把钱用在百姓身上 这位老婆姓来说,最好各个家人花了老婆姓身上,花了小琴的身上 他们不好穿业,好抵抗水利,生活水利 你得进攻杂面来的,一种地位都倒闭 你为了,你几钱没拿给你,居然不容易的,你几钱 新桃人亚特电视,张其林综合报道 新桃人亚特电视,张其林综合报道